第十四届国际童玩节于8月24日在库比蒂诺市纪念公园盛大举行 现场超过100个摊位吸引了超过2万名游客前来参加 此次活动由北加州台湾文化体育协会主办 透过文化交流和软实力外交成功将台湾推向国际舞台 活动当天的开幕典礼吸引了众多政要与贵宾道场支持 展示出台湾以创造力和创新闻名于世的特质 本届童玩节的主题为台湾征赞在保留传统手工艺的同时融合了现代科技 活动中台湾玻璃馆和台中后礼木匠兄妹的展品吸引了众多目光 无人机足球的体验更是让小朋友们流连忘返 而舞台上的精彩表演和来自12个国家的国际村摊位 更将台湾文化与各国文化紧密结合 达成了促进国民外交的目的 本届童玩节的成功举办再次证明了文化活动在促进社会和谐与增进国际理解方面的重要作用 未来北加州台湾文化体育协会将继续以此为平台 推广台湾文化深化与各国之间的友谊 本则新闻由乔务电子报新闻志工黄本出采访报导 作证明了文化 水门